请看 我的感情经历比较简单 遇到他以后 我搅得我们心格很互补 我就想和他好好相处 他总是退缩 我腿难受 他追我的时候我就很纠结 因为我现在生活负担挺重的 我怕自己会耽误他 他比我大 但在感情中 他还没有我付出最多 总是不接受我的好意 我希望他跟我在一起 别有那么多顾虑 我跟他的性格特别不一样 他不太务实 跟他在一起 总让我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两人还是不合适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岳先生33岁 来自河北钢厂工人 有请 朱女士39岁 来自河北火锅店经理 有请 欢迎 一看朱女士就特别特别地自信 是吧 谢谢 谢谢 怎么认识的 我是钢厂工人 平时设备总检修 不是那么忙 然后我想做一些监制 正好我一个火锅店 找服务员 就我去精英聘了 她是我的前台领导 酒店的后厨的厨师 总欺负我 然后她特别仗义 替我把创 慢慢的我都有点喜欢上她了 喜欢上她在这火锅店 我去追她不合适 然后我都把这份工作给刺了 刺了之后 我就一心一意地追她 追了差不多两月吧 她就勉勉签勾的统一了 成功了 我们大约差不多 相处了才有一年吧 39岁了 39岁 有过婚姻是吧 有过婚姻 有过孩子15岁 男孩女孩 男孩 跟谁呢 跟我 方便说第一段 是因为什么结束的吗 前夫是病逝去的 为什么在这儿 特别问她呢 因为他们今天来的 很多矛盾 跟这段婚姻 其实都有关系 现在是在前夫家里住 对吧 对 在前夫家里 跟前夫的父母住一起 等于还照顾着前夫的父母 这么理解 照顾着他们老两口 还有孩子 所以还挺重情重义的是吧 对 跟前夫妇关系很好 处得特别好 他们现在把你当女儿看了吧 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那他们知道 有这位先生的存在吗 知道有这位先生的存在 他们二老就想 见见这个处的对象 他们都不愿意去 为啥 她跟她前夫的父亲母亲住一块 因为她是 我就想着特别仗义 她这人 孝敬 我喜欢 然后时间一长 她总跟她前夫父母住一块 这时我都开始有点反感 你总跟她前夫父母在一块 你跟我 你之前感情 都开始距离了 距离了 我说 咱们找机会 摆你这个房子 让你前夫父母住在一块 然后你搬我这儿来 因为我这儿有方子 咋两块住 还跟咱们彼此的感情 完了她她都不乐意 我肯定不乐意啊 你突然地说让我搬到一起 我肯定心里不得劲啊 父母这块 我都当亲父母一样的这么大 解决这个话题的时候 也没有啥心里准备 突然一说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所以你就不去见是吧 所以我就没去见 你是把他们当 亲生父母一样对待 但是这小伙子觉得 那毕竟是你前夫的父母 心里不接受 是这样吗 对对对 行 这算摆在你面前的 第一个问题对吧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见过他的亲生父母 他的父母当时已经同意了 你父母喜欢他 我自己的父母挺喜欢他的 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咱们先把父母的事 放在一边 我们听明白了 我俩就是第一时挺好 但是后来都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 坎坎坷坷 说说坎坷坷坷的事 你看他对他前夫的父母 特别特别好 超越了亲生母亲 我们的小家庭 要面对着我的父母 他的亲生父母 还有他前夫的亲生父母 三队老人 我感觉着我的精神压力 固执压力都很大 有一次他前夫的母亲 就是犯了场高血压 他大半夜找我 哎呀 你带我前夫的母亲 去看看他命 我说我不去 那天上班晚上特别忙 我这脱不开身 作为一个管理层 正好是周六 还不让清假 就晚来找别人也不合适 我说咱们俩这层关系 处得也挺好 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 让他去 人家直接跟我说啥呀 拔赶子打不上 那管理层 让我去干啥呀 后来我都求到啥程度了 我说那个 外人有你看到咯 困难咯 还帮帮忙的 我说你都挡得好人好事去 不忠啥的 人家说还是不忠 完了气得我 我都撒个礼拜 我也没理他 双方心情都能理解 你父母喜欢他是吧 对 没问题 你父母见过他吗 我父母见过他 啥意见呀 他年龄比我大 他特别自卑 他不要见我身边任何人 我就跟他说 你见见我身边的朋友啥的 他不同意 第一开始 后来我就说 那朋友我也见见了呀 是 你现在见见了 经过摆完春色之后 那你见见我朋友 他然后他见见了 见见之后 我说趁热打铁吧 就见向我父亲见 他胆着都不同意见 为啥呀 之前他有两段恋情 又处得都特别好 都要到谈婚论嫁来 都让他爸给叫后房来 我都感觉说 我们处这么长时间 如果这块心里 也没准备好呢 我就等着过段时间 后来见没见 后来我也没正式地见 他去了一个沙发的 他带着他爸 偷偷地上我们饭店 吃饭去 上县厅找到我 他说你见见我父亲去 我说你也没提前告诉我呀 我这拉里拉搭的 也没打扮 你说后处还挺忙 非得拽着我让我去 那你说下边这个员工 是人家不议论纷飞的 我说显着多不合适 我说到这块来 你说上这吃饭来 还是当乡亲大会来的 你说呀 完了我让下边的员工 给找了个包奸 到后院给送了个锅帕 送了点酒水啥的 这都没见 没见去 所以他都不高兴了 不高兴 摆他爸送走了以后 回来他都说我 作为一个长辈 见见你都这么男人傻的 你年龄比我大着好几岁 这点通情打理的事都不懂 我感觉心里儿一说 也是这么回事 心里儿是挺不得劲 完了我过了几天 我都买了点补品 我都带着补品去 见他父亲去了 钱给道了个歉 话也给说开了 也挺高兴 但是还没说了两句 那他爸又突然说 你们啥时候结婚呢 又把这话题拿出来了 我都感觉我这个人特别直 我都直接告诉我老人 现在孩子老人 我说工作特别忙 我说我没顾及上来呢 现在我说没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他都又不高兴了 这说明家长官过了是吧 我爸是同意 这不是没事吗 就是波折嘛 很坎坷嘛 是这意思吧 是 抓紧吧 那还有啥问题啊 双方父母的问题都通过了 对吧 对 也没介意他丧偶带个孩子 岁数还比你大 那挺好的 那就往前走吧 还有件事就是我呢 工作比较轻松 然后我就喜欢旅行 这不是一年他们有一个年假吗 嗯 我说趁着你们年假的时候 咱们上大连旅游去 带他去旅行 哎哎哎 去没去 去了 我就等到我们党地 租了一辆车 但我们俩是去啥意思的 我又找了我一帮朋友 我们租了两辆车 我们去的 当时他玩得挺开心 然后我都从当地买了树花 我就跟他求婚 他都把这花结过去了 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 我们还是不合适 不是你当时求婚 他拒绝你没拒绝呀 当时呢都把这花给结过去了 结过去了 你就认为他同意了 对呀 然后私底下你又告诉他不同意 对 为啥不合适 当时他当时那么老多人的面啊 单膝跪下 他也是得起哄 那时候我把这花结过来 我都没一个大胆人 这么着求婚了是吧 我都感觉把这面子给他吧 我都把花结过来了 你看 但是后来那时候要回汤山 我都点感觉这个距离 感觉特别远 他每天都是 骑骑摩托车呀 健健身呐 直玩啊 能玩啊 因为我平时我都是 照我照我家 熄熄熄熄熄不子 照我照我孩子 还有这种浪漫劲 我都有点儿接受不了 就是你觉得他跟你生活的 不在同一个世界里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他跟你儿子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儿子的关系 都挺特别好 还特别好 对 他有个十五岁的儿子 是 正在上出餐 我想让他管我叫叔叔 他叫你啥 他不管我叫 他管我叫坏人 坏人 我叫这 哎呀我这心灵 这不得这 这不六月份中行完了吗 我大手甲 因为我爱好健身 好心磨蹈 因为我都带点儿还好 你挺好 然后我说走 带你去健身 游泳 跟我去 这好我们这关系 不是越来越冲架吗 他就 有时候管我叫干爹 可以啊 我的心灵 特别高兴 这块也 攻陷了啊 保里攻陷了 那我就不想让他带 为啥啊 你说他爱标摩托车 你说哪天孩子说让他标摩托车去 你说电子气摩托车去 你说这个安全性你说 他考虑过没 三十多里 我这点自制力的没赢 我还在他儿子标摩托去 这是三十多退到了老爷们干点事吗 待着你 我还独辆车 我都不敢搭你气摩托去 我还搭你儿子 骑摩托去 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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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边吧 心里挺委屈的是吧 对 我特不委屈 行 还有啥让你委屈的事 然后我 在港厂上班 手术不像他高 我总叫着 不是 你要干嘛 你直接说 我听你说话真着急 你要干嘛 我想一边上着玩一边创业 卖一个鲜花 卖一个平坛乎鱿 这个叫兼职 不叫创业 然后你听了呀 然后我看着他们的火锅店 他们老板要转队 这不我上班攒了点钱 咱们把火锅店判下来 开个夫妻的火锅店 还可以增加之间彼此的感情 然后他都是不乐意 我也没嫌你挣得少 你都是总感觉是自卑 你说你创业 如果投入这个火锅店 你说都得需要三十多万 那钱那么容易呢 这儿来的 再说你是之前 在我们火锅那块 干了两三个月 你说前天后出 这个管理的事情 进入渠道 你都清楚呗 不清楚 你说你自己 卖汤葱也没卖好 卖花也没卖好 你说这又又想创业 你说我肯定不乐意 哎呀 咱们是说创业的事啊 还是说结婚的事 你们给我一方向 太可爱了这俩人 你今天来是为啥 他总是有太多的思想保护 就是不愿意跟我共同进退 然后总是想跟我分手 我的心里都特别堵地后 我记得咱们爱情保卫他 那个舞台 想都是圈圈他 跟我 就跟我 这大老爷们直接说 你想娶他 对对对对 娶不着 对 着急 对 让四个老师帮你娶 是这意思吗 是是这意思 直接说不就行了吧 吞吞吐吐的 觉得踏不踏实吗 对 跑到店里 把他这个辛辛苦苦 赶上干了 失了 对那工作还想吃了 你说以后搞个对象 把工作带吃了 另外我这个年龄 比他大那么老多 还带着个孩子 我都感觉心里 特别愧疚的 对谁愧疚啊 对他他感觉 特别愧疚的 我心里都感觉 有点自责 我感觉说 如果这么大岁数 带着不值得 就是让他 懂了懂了 就是不想耽误他 不是人家想跟你结婚 不谈什么耽误的 不耽误的 是爱是吧 对我是爱他 是想跟他结婚 我就是想跟他结婚 请问几个现实问题吧 结婚以后要孩子吗 只要是跟他跟我结婚 他愿意要 我的要 他要不愿意要 我的不要了 就是他到底什么地方 就把你给迷住了 弄得你五迷三道的兄弟 他哪儿的心 我都看他好 这个还真不像 过去那个姐弟恋 就男孩上嘴皮 碰下嘴皮 什么事都不干 这还真追是吧 对 但现在你要娶他的话 他有俩爹俩妈呀 你照顾他过来吗 那要不容了 我的天 一直照顾他俩爹俩妈都行 就是前夫的父母 也不是问题了 对不是问题 你是娶不着媳妇是吗 不是 那是为啥呢 我都喜欢他这种气质 因为我母亲过时就走 就是他各种原因 各种事 打动了我 我觉得 就是你觉得他处理事情 特别好是吧 特别好 特别吸引我 我的脚的 这个人哪儿都好 哪儿都特别适合我 不论是性格和我 是互补 而且哪儿都跟我互补 那那儿子呢 儿子也没问题 我也能解释 都叫干爹了嘛 您的顾虑和担心是什么 方便说说吗 我担心就是啥 因为我这个生活负担 挺重的 不是 那你当时如果就这么想 你干嘛同意他呀 不是 我都感觉着他挺懂事 对我也不错 明白 就是你觉得你有点配不上他 是这意思吧 是 有点自卑感的 那你坚定啊 一会儿在这个现场 一定要拒绝他啊 不管他说什么 都不能再给他那个面子了啊 你别到时候说 哎呀在这个现场同意了 因为全国几千万人在看呢 我怕绝了你的面子 这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就是本心你要想跟他继续就继续 你要不想继续就本心得把这话说出来 可以吗 我能做得到 嫁给他 不耽误他了 嫁给他也是不耽误他呀 他也算有一个他想要的情感归宿了呀 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好的 人家就觉得你好怎么办呢 还是把他的思想再改变改变吧 行吧 哎呀 咋办 那我就是想追他 我就是奔着咱们各位老师劝劝他 就是跟我结婚 那得看合适不合适啊 不合适他们可要拆散你们的 那我也要让老师几位老师劝劝 是做好了非他不取的准备吗 对 最后再问一句啊 对对 确定啊 对 这话一说我心里倒没地儿了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都说爱情是盲目的 然后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句话的言行啊 我真的就觉得这种爱情有的时候特别打动人 就是他看一个人好 他也说不出这人到底哪好 可能在世俗的眼里 这个人是条件样样都不过关 但是我就是看你好 你不许说但是了再啊 对 你就沿着条线索一直说下去 你别到时候再来个大转折 这不就是爱情吗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见了很多嘴上说 我爱你啊 嘴上特别火热 但是心里各种冷漠的人 但今天这对来到台上 这女方就说我就是要分手 待会她不论说什么 我都可以狠心地拒绝 但是心里都是揣着爱的 都是希望我离开 可以让你过得更好一点 但是这位女士我要告诉你一点 不是说世俗的那些条件 是可以让一个人幸福的 不一定是这样 我们其实在看待外人的 这种案例的时候 会首先看个头啊 身高啊 收入啊 年龄啊 有没有孩子啊 这些客观的 一些世俗的条件 但是真正的婚姻和爱情是什么呢 是两个人待在一块 待不腻 越待越想待在一块 这才是真的好 你考虑一下 自己跟他相处的这一年的时间 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想跟这小伙子待在一块 就觉得跟他待在一块 我也开心 他也开心 连我儿子都开心 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 那就不是耽误他 你今天列举了很多条件 我又比他大 然后我的孩子都15岁了 我还有一对前公婆需要奉养 但是我今天跟你说一点 这个小伙子 今年33岁 他就算找一个比他小6岁的 从来没结过婚的 不需要养什么前公婆的 没有孩子的 他就一定能保证 能跟你一样待在一起 有这种幸福的感受吗 不一定 真正的爱情 有的时候就是发生在一些 貌似条件不匹配的人身上 那你说这些条件不匹配的 收入高低 或者说那个年龄差大小 人家就不能走在一起了吗 这都啥年代了 你才39岁 但是你揣的好像都是 20年前的那种什么婚姻观念 说女的就一定不能比男的大 就不能说结个婚 带个孩子 这些观念我觉得都太俗套 太落伍了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喜欢你 你也喜欢他 但是就一定是在保证相爱的前提下 你跟他好好过日子 结婚之后 对他好点 对他爹好点 然后俩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再生个孩子 这一家四口多开心啊 你对他好 我觉得就不是耽误他 就是对他的爱最好的回报 今天终于觉得您是一个写童话的作家了 我觉得女生你一点都不爱他 我闻不到 看不到 感受不到你们任何爱的味道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不会耽误他 你会和他携手面对人生 如果你真的对他有感觉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障碍 因为爱可以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 一起面对风浪前行 但遗憾的是 你不爱他呀 你心中其实对他充满了不满 他怎么是整天骑骑摩托车 渐渐身 游手好闲玩来玩去的人 我看不上 他怎么是对未来没有规划的 他还要什么一拍脑门去开火锅店 连个鲜花都卖不好的小男生 我看不上他 他不接受我先夫的父母 我看不上他 你其实事事处处都看不上他 一开始和他在一起 不过是因为年轻 身份单纯 对你有热情 你被这种东西吸引了 其实这只是荷尔蒙 当你平静了之后 你发现这个男生身上 没有一点值得你驻足 和他共同面对生活 这就是真相啊 但你迫于说 那人家对我好一场 又年轻又单身 我得找一个冠冕堂皇 好听的理由跟他说再见 那是因为我配不上你 如果这是一个友善尽心 经历条件好 成熟稳重的男生 你可不会再挑这些的 我不是说你不好女士 我特别理解你 一个人从悲情的 上一段情感中 自己苦苦挣扎 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还照顾自己的曾经的公婆 我觉得你是个好女人 对她确实有过心动 但是回到生活的本质 当你的激情退去之后 你发现不合适 所以面对自己的内心 说清楚我不爱你 咱俩不合适 你去找幸福 我也去找属于我的幸福 我就对你的建议 就是坦诚地 面对自己的内心 你听明白了吗 男生 你不符合人家的条件 你努力错方向了 你要成为那个 能够让他的儿子 真的把你看成是父亲的人 那个对生活有规划 成熟稳重的男人 不管你是33比他小6岁 还是23比他小16岁 他都会和你在一起 他不喜欢你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女生我特别想问 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 刚开始到第二轮 是刚活上 这张干啥都干啥 比较挺懂事的一个 你觉得你喜欢他的懂事 对 我觉得你喜欢他的单纯和冲动 我真的我在想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顾的一个男生 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女生一定会感动的 因为感动的是 这个男生身上有爱的勇气 他可能什么都不怕 他不怕你年龄比他大 不怕你带着孩子 也不怕你还带着 你前夫的父母 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他的不怕 对你来讲 这可能是一种 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 因为在他的 所有不怕背后 你看到只是 他跟你的孩子 成为了好朋友 然后他跟你的 他带着他的父亲来见你 并没有跟你商量 所以你觉得 他可能太冲动 而没有这种事情的 商量和头脑 所以你会害怕 未来生活不稳定 但是谁未来生活 是稳定的呢 谁能保证 我今天嫁给了一个男人 我未来生活 就百分之百稳定呢 我们每天生活 就是在改变当中 对于这个男生来讲 我觉得他可能 单纯的冲动 让我觉得很吸引 但是对于未来 结婚过后 他可能会有担当 因为我能看到 他愿意单起这个家 这可能是对于 婚姻来讲 最需要的东西 很多人是不敢 单起这个家 很多人是因为 好面子 而不敢去选择 自己爱的人 但他敢 当一个人敢 敢承担的时候 我觉得他未来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就敢于去解决 他可能需要你教 因为他从小 没有妈妈教他 他可能在过往的生活当中 也没有人教他 怎么去解决问题 他就是单纯的 可能连工作也很单纯 你教啊 婚姻不就是要教的吗 所以如果你真的 去爱他的话 你觉得他有吸引你的地方 你不妨把自己的心 静下来 慢慢地去磨合 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婚姻 首先我要给你点个赞 我觉得你真的挺不容易的 就是前公婆可以 你对他们 视如亲生父母 我相信这里面 是有托付的 托付啊 是一个很重的责任 这个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因为我觉得亲情 比爱情更加沉重 亲情是不能甩的 对吧 对 爱情还能分手 你看他现在不就出于 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借地吗 跟你之间是有爱情嘛 爱情是可以甩的嘛 亲情甩不了嘛 那么我要说一段话 其实主要是对你说的 他很稳重对吧 对他很稳重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稳重吗 他经历的事多 不 还不是经历的事多 你33岁了 我相信你经历的事也不少 开过花店 卖过糖葫芦是吧 稳重是因为负担重 负担重了就稳重 那么我问你 一个稳重的人最怕什么 最怕轻浮吧 一个稳重人最怕风险 他经不起风险 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 你知道一个负担重的人 最怕什么 最怕紧着牙力吧 最怕就是增加负担 所以现在问题很简单 你对他来说 究竟是发动机呢 还是新的负担 你对他来说 究竟是生活的动力呢 还是生活的风险 我想成为他生活的动力 但是你现在表现的像是 生活的风险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们把需求说出来嘛 你看你要的就是 第一我要减负 你来我生活是帮我减轻负担 而不是给我增加负担的 对不对 对 这是一 第二个 我的生活经历不是风险了 你不要跟我说创业的事 我们可以一起挣钱 但是创业如果亏本了 这个风险我承担不了 因为我 光我就是两边父母 你这边还有父母 我这边还有孩子 能理解吗 对我能理解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们两个人 因为基于你们善良 我提一个方案 我觉得你可以给他一个试用期 这个试用期是什么 是你到底能不能给我减轻负担 是 你到底能不能加入我这样稳重的生活 而不要带来风险 我是做APP的 就试用期分两种 第一个叫内测 第二个叫公测 所谓的内测是什么 内测给内部人测 你先让他的爹妈 让他的前公婆和他的孩子来测一测 你究竟能不能给他们家减负 然后再进入一个公测 就是给所有的人看一看 你究竟是一个稳重的人 还是一个会带给人风险的人 经历了这两步之后 你才有资格跟人求婚 说你嫁给 否则的话 我说真的 你没有这个资格 对于你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想太多 你想的太多了之后 你的幸福就一定离你远去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刚才的方案 让生活告诉答案 就这样 一生长叹呢 但是就一个感觉 就这俩人在一起 是一件多浪漫的事情啊 因为世间的善良 在这一段感情当中 都被承载了 后来我一想 好像我们现在已经 谈论的不是爱了 我们谈论的是一段爱 而带来的未来几十年的日子 所以如果它是一段日子的话 光有爱 冲动 热情 浪漫 显然是不够的 万一嫁给你 你再骑摩托车 哪天出了个事 咋办啊 摩托车能不玩了吗 如果说他能跟我结婚 我会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活动 你只是减少 恐怕不行 撸铁这件事 以后家里面还有两个老人要照顾呢 当然跟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而且他还是我前夫的父母 要把撸铁借了 照顾他们行吗 可以 现在追求的时候 让你陪他们看个病 你都说不可以 不结婚 先搬去跟他照顾照顾他的这个前公婆 住在一起 你接受吗 我接受 人家公婆还不接受吗 但你进不了那个家门 恐怕他也不会接受你 咋整啊 我也挺发愁 对 所以这大概都是在他脑子里面盘算和想的事 我也相信他有爱 怎么会不爱吗 但是面对这些现实的时候 确实无法处理 你真想拒绝他的话 你就坚持这样就够了 因为这个男生喜欢他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看他每一个问题的解决 跟他曾经的情感解决方式都不一样 对吧 对 你被人欺负 他替你出头 对 对吧 明明不愿意见你的父亲 但是他做到了送果盘 送酒水 这只是一个前台要做的事情 好的前台经理做的事情 但是他做了另一点 他登门拜访去谢罪 你是不是觉得他处理问题处理得很好 对 他处理的是 周全吗 对 然后明明心里不同意 但是当着你朋友的面 还能把鲜花微笑地接过来 人走之后再告诉你分手 你又觉得他做事特别成熟了 对 所以这都是假象 这只不过是他从事了这么多年 前台工作 接待时刻的经验 现实生活里面 他也许并不是这么一个人 他的第一重心是他那十五岁的儿子 第二重心是他的前公婆 或者父母 排名不分先后 第三个重心可能才是他自己的幸福 能理解吗 能理解 虽然我挺祝福的 我就在想 十年前我一定会说 赶紧在一起吧 怕什么 十年后的今天我想说 算了 分手吧 不要勉强 因为要过的是日子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就是说我身上有很多冒冒道道的地方 我感觉着 有了刚刚有老师说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改 我要为你减轻负担 我要为你减压 我要成为你的动力 我要成为你的心中的勇洋那颗发动机 我想为你最后的生活去努力 我要 就是说 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庭 我想减少我的爱好 甚至说 甚至说 我为了你 我不去玩这什么高 这个高危险的这种运动 就这样 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 也许我的思想确实有点落后 现在2021年了 你的努力我也看到了 但是我的思想确实是有点 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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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就行了 为什么非要说但是呢 就这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你突然觉得爱情离你不遥远 就爱情这个词真是就出现在那 你们俩回去吧 苏琪老师 先说你心里的 我觉得会啊 会出来啊 不预测了 严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没有感受到 女生对男生的爱情 所以 我希望她不出来 小鹏老师 我心里希望大家希望我们俩在一起了 克服困难嘛 爱情就是得克服困难 好 别说现实了 来 陆琪老师 有时候生活可能容纳不下爱情 但是像我们这些相信童话的人 总会相信童话会出现在现实世界里 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出来 来来来 请开门 留下泪说分手 我不愿让你走 嘴边还有残留 这事怪我 这事怪我 我没说清前提 前提是出来代表着 不是代表我同意结婚 是同意继续交往 是吧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既然她不愿意跟我走 我也不会再去纠缠她 如果说我会很难 以这一段时间去等待她 如果说她愿意回来 我会自私去接受她 你你先第一步 为了你也为了她 自己去创业 或者自己干点什么 让自己在经济上 在事业上变得更大 然后等她 别傻等了 好吗 谢谢你 秦辉 谢谢你